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再講幾個重點 就是說這是我的部落正希堡 這是我工作的地方,我住的地方就是這裡 我山上的家 這是我山上爸爸的家,他剛剛過世前一陣子 正希堡的泰雅主名字叫吉子物 它是意思是太陽最先照到的地方 因為這個是像羊坡啦,甘丹共 祖先以前三百多人來的時候 因為他是像羊坡,植物比較容易生長 所以他們在這裡定居下來 這裡大概有二十五戶左右 然後經濟作物是東融蔬菜、水蜜桃 那這個是正希堡教會 這個教會我們蓋了十八年 蓋了十八年,就是有錢蓋一點有錢蓋一點 這些是大理石,是人家廢材不要的食材 去把它搬回來,然後貼上去的 這個本來是一個山坡 是用人力一產一產把它產平的 然後用人力,山上沒有辣碼空那種水泥 水泥那個浴瓣車 是用人力敲頭 一桶一桶接駁,然後把它拐起來 那這個教會幹什麼? 做族群交流、文化教育的場地 然後呢 這個是冬天下學的時候 這不是在歐洲 這是在我部落 那 它還拔一千七百多塊八百公司 那這個是以前舊肉龍 我們把它就是畫 過色事件 賽格克巴蘭那個藝術指導 海角七號也是他弄的 那個美術 那我們找小龍上去 一個禮拜,然後請看幫我們畫這些 太陽族的東西 那我們希望說這裡變成文化交流跟教育的場地 比如說用這些布在這裡織布的東西 這個就是紡錘 紡紗 這個就是以前的那種鑄馬 然後 它要搓成絲 然後這樣子來織布 那這個就是展示品 那這是我的工作夥伴 阿東牧師 然後 19 這個是教會正前方的招待所 在1997年之前 這個地方還沒有什麼人會來住 除非一些少數的教友 那我們在教會的旁邊這裡 有蓋一個兒童 就是幼兒園跟圖書室 那因為老人的隔代教員問題很多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是用社區來承接這樣的一個教育的工作 跟這樣的一個責任來協助他們 那這個是我們後來另外再蓋的電腦教室 我們跟很多的電腦廠商募告很多電腦 那 但是這個在山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維修 派起的活動維修 因為很遠距離很遠 所以 它雖然說可以運作 但是 有很多的現實的困難在那裡 那 當然小孩子很喜歡 因為他們可以打遊戲 然後呢 1998年 中國時報的旅遊版 我們都知道 週休日之後 最大的變化就是 聯合報自由時報 都會有一個週末版 旅遊版 旅遊版 就變成台灣的一種所謂的消費指南 我們會去撿裡面的那種折價券 我們會去撿週末版的折價券 我們會去看那裡有什麼好吃美食的介紹 那當然 在那個年代裡面 他被用整版的報導說 在正希堡發現了什麼 發現了一個香格里拉 然後發現了所謂的神木 就是檜木 所以呢 一天的時間裡面 你們剛才看到的這個招待所 在一天的時間 當天 十二月 十一月十八號那一天 整個部落沒有民宿 只有這裡以外 所以他們留了這個電話 然後呢 根據那個 根據教會的聲明說 那一天見報以後 他的一個排骨便當 吃到下午快五點 那個排骨還沒吃完 吃到下午五點 排骨沒有吃完 為什麼 他的電話接不完 他說 喔那個電話都熱熱的 然後呢 你們那個台灣人很像那個集體 起檔耶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喔 然後呢 打到什麼情況 打到 從十二月 從十一月見報 到定到隔年二月底全滿 沒有空位 然後他說 天啊 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會這樣 然後呢 於是我們就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被關光了 然後 不是我們自己要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些人 一下子馬上從農民變逃街 變成民宿的主人 然後呢 進入了民宿的新時代 進入了觀光的新時代 大家來其實要看的就是這個 沒有人喜歡來看現代的原住民 然後呢 他們就是要看這個 看檜木 那這個是馬高國家供應的預定地 就是一直從宜蘭延伸到新竹苗栗 這一片是現在地球上僅存 就是說密集密集度最高 而且呢 數量最大的一個檜木群 就是地球上這個檜木群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從宜蘭一直到苗栗 為什麼會留在這裡 很簡單 派亞族會砍頭 我沒有跟你講一下 派亞族會砍人頭 所以呢 日本時代一直到現在 他們變成了這個森林最重要的守衛者 因為他們會砍人頭 所以呢 沒有人敢去動他 那 現在因為沒有人敢動他 那基於過去的那種所謂的野蠻 留下了這些資產 但是呢 他抵不住什麼觀光客 因為呢 後來觀光客很多人都來這裡什麼樣子 就是 刻字或者是什麼 鋸那個樹瘤 我們知道那個棲木傢俱嘛 那個茶雞啊 那種棲木傢俱 那很貴的嘛 一種一兩萬塊 然後就很多樹瘤 被拿去割去了 然後 還有人怎麼樣剝皮 因為聽說整個這個皮 那個皮的致癌症 大家有 拚命來 拚命 然後呢 很多很多的遊客 來了以後 會做什麼事 大家都會知道 塑加路 就是沿途採那些樹苗 有的不的 然後採山樹 然後呢 還有很多老闆 老闆 還會 那天傳真教 就是說 他們還會帶菜刀 幹什麼 砍高利賽 在剛開始觀光的前幾年 部落的主人不太擅長交往 所以他們害羞 雖然說很多老闆 在那邊砍高利賽 偷他們的水蜜套 他們都躲在家裡面 不敢出聲 那比較勇敢的出去講 就 欸 歐巴桑 那個菜是我們種的 然後呢 歐巴桑 會跟他講 啊 歐巴桑 歐巴桑 對啊 啊 我不知道這菜有沒有人種 我們的青年回來講說 騙笑耶 哈哈哈 哼哼以菜沒人種 這樣 拍了一整個 當然 有可能是歐巴桑 你有 ata竜 falar 所以大家也不太擅長 哈哈哈 那 就是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邁向了現代 邁向了觀光客 互看了生活 以前 家裡面 就是 都不會關門 大家吃飯,小孩子拉來去,走無所謂,可是觀光客來了以後,他們看到很多東西都會想要,因為這是漢人的習性,就是喜歡就想要擁有,然後道指是為人要去過,所以去八卦山拍照,去101拍照,然後OK,就是證明我道指一有。 可是呢,那部落就很麻煩,因為你們的椅子好特別喔,為什麼?山木做的,蓋房子生下來的材料,有天早上起來,欸怎麼沒去啊? 遊客整座把拔回去,因為休旅車很大牌,好,不要把它錄錄,然後呢,欸!這位小狗也沒有了,連狗都牽走,因為很可愛,然後狗也不見了。 所以很麻煩就是說,在剛開始的前幾年,你後來發現大家只好怎麼樣子,就是老人家要去田裡面呢,就是會卡拉卡拉,為什麼? 家裡面都上鎖,還要去點那個積壓有幾支,然後就變成了一個人跟人互相不信任的一個新的社會生活喔。 那當然人來了,人要怎麼樣?要住。那住什麼?我們都以為說這個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就是欸!以前的植物很有特色,但是在原住民的眼光裡面,喔!那個平地人他們住高樓大廈都有鋪地毯, 這樣,來住我們這個怎麼可能?所以要怎麼辦?要怎麼樣留平地人來住?要借錢啊,蓋什麼?蓋水泥房,拆掉竹子,然後呢,讓平地人住跟他們一樣的,然後就變成什麼?蓋這種東西。 蓋這種東西,或蓋這種鋼骨的東西,啊這個鋼骨東西,便不便宜?不便宜,為什麼? 它會比平地更貴,因為運費,山上的路太遠了,他們運費要加好幾塊,一塊磚頭要加好幾塊,鋼骨要加好幾塊。 沒有人,你如果沒有加錢,沒有人要對平台開台,開台吊車來才跟你吊,簡單說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他們的成本要比人家高,但是呢,遊客從哪裡來? 我又沒有認識那麼多朋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什麼?原住民也很好客,看到你,咦?很面熟耶,你有沒有來過? 對啊,上次住你們家,咦?你又來玩喔?有沒有地方去?有沒有換次?沒有,來我們家,他把你當朋友,他們家就變招待所。 就是說,在那個進入文明化跟現代化的過程裡面,其實早期啦,現在已經比較摸索出一套互動的模式。 可是在剛開始的時候,其實他在那個所謂的朋友跟客人之間,其實是很難很難界定的。 所以你看你花那麼多錢,跟材料行、跟建材行欠了一兩百萬,然後呢,你又賺的不夠快。 所以那個其實為什麼像物色、為什麼像古關、為什麼像啦啦森,那麼多的觀光區,最後呢,民宿或者是說裡面的餐廳都不是原住民。 其實很重要的地方是這樣,他們後來都把土地賣掉了。賣掉為什麼?因為這些要錢啦,他蓋這個的時候都欠錢,然後呢,又賺的不夠快。 最後怎麼樣子?他滾不過來。如果今年遇到兩次颱風,種菜也沒賺,種水果也沒賺,你就是賣土地了。 那這個是,這個都是部落裡面開始發展以後,然後所做出來的東西。 那頂多就是怎樣子?在鋼谷外面,加上這些竹子做外包裝,拉皮啊。 然後把它包裝成原住民客,但其實這些就是這些錢都回到什麼?平地人手裡。我賺平地人的錢,我去山下買什麼?買豬肉、買魚肉。 就是說平地遊客來這裡,然後他把錢給我,然後呢,我去山下的竹東把錢給平地人,買他的豬肉跟菜上來,給平地人吃。所以其實都是過路財神啦。簡單講就是過路財神這樣子。 那這個是特家人開的,然後呢,他賺最多錢。為什麼他賺最多錢?因為齁,很有趣。原住民的個性是這樣。以前原住民也有開很多商店。 但是呢,因為那個都是親戚啦。所以呢,你開商店的時候,你家沒道友,你家沒什麼、沒養子,還去那個誰的家跟他借,他就來借。 然後呢,你過一個禮拜,過幾天去跟他借,我是你舅舅餒。你這樣子對待你舅舅嗎?齁,我拿到我們的感情比不上,什麼一包什麼呢? 但是大家都拿到你借,一家、兩家、三家、五家,你會發現原住民開的雜貨店就都出台,因為他左轉不過來,他沒有現金進來,他還是要買東西,他還是要給人家貨商錢啦。 啊,他沒有錢進來啊,他很快就倒了,唯一就是他們,因為他是客家人,錢,然後東西,沒有錢,沒有東西。邏輯非常的清楚,簡單又明了。 所以呢,他們家有賺到錢,因為就是有錢,有東西,沒錢,沒東西。就這麼簡單。要借,沒有,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他們有賺到錢,賺到錢就蓋民宿,然後呢,蓋民宿之後呢,他們很厲害。他們跟很多的那個小巴的司機合作。 你跟人家帶來家,你如果是睡,如果是來這裡吃飯,抽成,我給你Q,我讓你抽成。第二個是什麼?他們就是殺價。 你看,比如說,我們民宿可能要400塊,但是呢,他300塊,250他就做。他就是惡性競爭,然後惡性搶客。為什麼?因為他是客家人,他不是部落的人。 所以他不需要遵守任何部落公約,他根本不鳥你這一套。他就是錢,然後呢,還是錢,最後還是錢,就是錢,錢,錢。 所以呢,他的事業做得最好。但是他也是我們這裡最傷腦,就是大家最傷腦筋的。這是我們剛剛才看到的這個地方的內部。 那都是原木做的齁,就自己做的。那當然也有,也有一群人不太喜歡住民宿嘛,我們也都知道。 因為這個很快嘛,丟出去十秒裡面,就砰打開,然後就可以去了。很方便。 啊因為他很方便,所以呢,你就賺不到他錢。 就是他自己在這邊借場地扎贏,我們是沒有收錢的。 所以呢,原來以為說,做觀光可以賺很多錢,其實也剛開始前幾年,其實也不盡然。 也經歷過很多的過折,比如說就像這樣子。 因為你看到平地人還會自己帶冰桶嘛,烤肉架、冰桶、雅蘇。 他要吃火鍋,他也可以煮火鍋。他要淋冰的米蘆,他也有傳冰的米蘆,他還有冰塊。 他說他實在是,多數很多齁。所以,就是說你想要賺他吃的,想要賺他喝的,想要賺他住的。 其實發展觀光都沒有我們想像的這麼絕對,跟這麼理所當然。 那我們很希望是做這種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是,大概竹子一年就會長好嘛。 材料不用錢,只要人工。 蓋這種房子大概只要五天到一個禮拜,就可以蓋好。 裡面把它弄得現代一點,弄好一點,其實成本很低嘛。 回本比較快,可是因為大家覺得這個是落伍的。 所以就沒有人做這種民宿這樣子。 那這個是田埔部落,就是你們剛才看到那個水田有沒有。 你們剛才有看到那個坡度的水田有沒有。 這個就是五十年後就變這樣子。 五十年後同樣的水田就變這個了。 他們最靠近平地。 雖然他們在後山,但是他們是距離平地最近的部落。 所以他們的年輕人最早全部都外流。外流之後, 要怎麼樣子顯示他們在平地發展成功,跟賺到錢。 簡單的方法就是回來蓋水泥房。 回來蓋水泥房。 表示說他們家有在進步、有在發展。 啊輸了五千公。 所以呢,這個也是最早就是說,相對於這些傳統的竹屋, 這個也是最早消失,就是傳統建築的聚落。 那我在九六、九七年開始跟波羅等做河川保育。 那我們在九七年開始併併河川保育公約也張貼了很多公告, 透過社區的公共會議的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平地人來讀魚、抓魚、便魚。 那我們就開始跟他們講說不可以這麼做啊。 可是怎麼樣子? 很多平地人說,你們中國、中華民國法律是哪一條禁止說我在這裡不可以掉魚。 也對。 所以其實在河川保育上面不像大家覺得說保育是什麼保育。 沒有,其實我們會受到很多執法的挑戰。 你沒有那個公權力。 你沒有那個公權力。 所以我就很佩服達蘭一谷的高正勝村長。 因為達蘭一谷那個村長,他也被檢舉過很多次。 甚至被舉報為什麼流氓。 可是那個村長就是說, 他就說我就是準備被關了。 不然你是怎樣? 你國民黨有幫忙,你就關我。 可是呢,你關了我,我兒子還會繼續守住這條西。 我很敬佩他。 所以他們當然一股坐起來了。 當然就是巴巴風災,他也不見了。 泰雅族的老人說, 以前這河裡面的魚多得跟樹葉一樣。 非常的密。 那但是呢,為什麼會那麼密呢? 因為以前的人會做一個工作就是這個。 他們會種魚。 什麼叫種魚? 因為這個河流海拔只有,這個是繡卵。 它海拔只有八百多八九百公尺。 然後呢,以前的老人家會在這裡, 因為他們游不上去了。 所以呢,被颱風吹下來或之類的。 他們會在這裡把整個漁苗帶回去到水源頭去釋放。 你要吃魚,你就要煎魚。 你要吃菜,你就要煎菜。 一樣的藝術。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智慧。 煎魚,種魚。 然後種魚,大家就會有魚吃。 那可是就是說,在這個保育工作上,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最後沒有成功。 最主要還是執法的問題。 還有年輕人最後也可能會帶外面的人來釣魚之類的。 所以很困難。 我剛才講到就是說,原住民在整個全球化觀光之下, 很多能夠進入到商品體系的, 他才會怎麼樣子?才有機會保留下來。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是我山上的爸爸,他過世了。 就是我上個禮拜去他的山林。 那這個是他編織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其實還沒有價值。 因為它是一個泰雅族傳統的工藝的織房。 可是呢,他比不上婦女的織布。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做成手機袋、眼鏡袋、錢包等等。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賣。 但是這個東西太有人要。 為什麼? 我來五金行買就好了。 我來五金行買就好了。 就是五十塊錢買一個宿家的臉堂。 買一個什麼? 還是說那種家具,五十塊一百塊錢買。 那你所工作的這個一定賣的很貴啊。 就像這個東西一樣。 你想喔,一個婦女織成這樣一塊布,至少要一個禮拜到十天。 就是這樣一線一線,一條線排一條線排。 你這樣子大概要一個禮拜到十天,你可以織一塊布。 一個女生的工錢,你一天用八百塊請她。 你那十天做成一塊布,至少這條布,不算材料光工錢就要多少? 你就要八千塊。 不算材料,我算工錢,你就要八千塊的成本。 八千塊的成本,你把它做成這個東西。 時間嗎? 時間也對嗎? 要幫你提醒師。 要給我提醒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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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可以知道,一定不可能會太太。 譬如說這一個月兩百五至三百。 那基本上是合理的。 基本上是合理的。 可是呢,它比不過這個。 這是假期做的。 我們在路邊那種秤電、藝品店在那邊都是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電腦秀。 它電腦一塊一塊布,把它蓋起來。 這在山下是在電地工店做很多。 這一個幾塊。 這一個十五塊。 成本十五塊。 那你賣多少? 這一個月十五至兩百。 這一個月大概一十倍。 十五至兩百。 這十人賣,十人法價。 好,那你這個賣兩百。 你成本十五塊。 你說,啊! 算稍的兩個啦。 兩個算多少? 它也說好啊。 它可以賣給你。 因為這成本稍的不一樣嘛。 那你說這個,你要算稍的兩個算多少? 它會覺得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這個工錢加材料。 其實, 相本不一樣。 這不是在賣私私。 材料也不一樣。 所以, 原住民的很多的商品, 雖然說第一個, 它被淘汰。 因為它很容易被取代。 它很難賣。 它可以賣存活下來。 所以呢, 支付的工藝就會有人想要學。 因為這個可以賺錢。 這個技術穿得下來。 這個技術穿不下來。 因為沒有人要學。 因為沒有辦法轉換成商品。 看不及。 好, 婦女的部分, 支付有人學了。 傳下來。 但是她會遇到這個競爭。 遇到這個競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在賣這個東西啊。 但是什麼? 這個都不是真正原住民的東西。 那這個是我們的生態解說員。 我們本來也希望說就是發展生態觀光。 但是不見得遊客都願意雇用解說員。 因為你會後來發現, 第一個登山隊很多都會到處綁布條。 台灣的登山隊很怪。 就是很喜歡綁。 叉叉新竹市登山協會。 什麼桃園縣登山協會。 什麼東西都綁很多啦。 整路都是這樣。 就很怕人家不知道他來過這樣子。 那所以呢很多的這種就是說在檜木林的這些道路上面。 就他們覺得說我自己走就好了。 所以呢就是很多的時候解說員的工作也不見了。 那這個是後來這幾年來, 在社區營造跟地方觀光的經費支持之下。 就是觀光景點。 就是他們開始辦桃花祭。 大家開始想說水蜜桃除了賣。 除了七月可以種好的賣。 那三月可不可以也怎麼樣子轉換成另外一種觀光財。 那怎麼觀光呢? 就是我們在看花嘛。 我們在看花。 然後或者是什麼?爬步道。 這個是在星光國小附近。 那我們在2009年, 就是跟波羅青年開始整理一塊朋友的地。 然後呢做什麼? 做這個學習園區。 那我們蓋了一些部落的教學的教室。 我們也搭建了這個東西齁。 就是考古房。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齁。 因為大家在這裡考古談事情聊天。 其實聯繫感情也可以創造出很多的想法。 那大家也許都有看過泰雅千年齁。 如果有看過的話你就知道這是他的場景。 陳文斌拍的齁。 這個場景應該也有出現在那個靈魂的旅程。 那陳文斌拍這個片子出了很多很多問題齁。 在當地惹了非常多的紛爭。 那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那個走過千年。 就是彼琳、Yahoo拍的另外一個側拍的紀錄片。 就是拍泰雅千年怎麼拍成的影片。 那簡單的講。 陳文斌他們都以為。 陳文斌就是拍那個不能沒有你裡面演的男主角那個齁。 那兵營來這裡的時候他們就剛剛講說。 啊這個我們來做一個泰雅古聚落以後全台灣全世界人要看這個就可以來這裡觀賞啊。 然後你們看那個大長金賺了多少錢。 然後現在多少人就是你知道一齣電視劇帶動多少的什麼人潮。 然後講到全部齁。 可是呢這個蓋好以後然後電影拍完了。 然後惹了很多的紛爭是非。 然後呢人走了。 他連放映得獎都沒有回來放映。 都沒有回來放映。 那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這些現在變什麼? 就是還好不像藍雲齁有在養。 這個有在養雞啦。 藍雲是在養羊。 但是現在這裡面是在養雞。 然後就是讓他整個荒廢掉。 讓他整個荒廢掉。 為什麼? 因為這個沒有脈絡。 他就是這個因為引起那麼多的紛爭之後。 大家都不想理他了。 那這個紛爭很複雜。 可能要說要是可能以後有機會再來。 再來單純的談那兩部電影。 那這個是司馬庫斯。 這個是我去的司馬庫斯。 我在1990年去的司馬庫斯。 這個是2000年以後的司馬庫斯。 那這個是發展觀光過。 這個是發展觀光前。 這個是以前你看還用這樣子生活。 這是1990年大的台灣。 1990年大的台灣。 他們還是這樣過生活。 不是開玩笑的。 沒有電。 沒有水。 這就是以前。 我去的司馬庫斯這樣子。 這是我自己拍的。 那劉克香有寫一篇。 他也有放這張照片。 這是以前的教會。 那這個是現在的司馬庫斯。 發展觀光後。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差別多大。 司馬庫斯在1994年才有道路開通。 產業道路。 那2002年才有電化。 你可能很難想像2002年司馬庫斯才有電化。 才有電化那個東西。 2002年。 中華電信還因為這個東西還拍了一支廣告。 不曉得你知道。 就是在遠的地方。 然後他們很勤勞啊。 他們很怎麼樣。 那中華電信服務多好啊。 那麼遠的地方他們都會去拉電話啊。 就是那個廣告是在這裡拍的。 表示說最遠的地方他們都拉。 是他們來了2002年。 那這很像歐洲。 就很漂亮。 然後這是他們學那個達蘭一谷。 我剛才說過。 我跟他們一起去達蘭一谷觀摩。 他們回來後就蓋了這個遊客中心。 然後開始做管理。 這是司馬庫斯的教會。 現在又更大了。 現在又擴充了。 那這個是他們最重要的信仰跟社區的中心。 這個字不見了。 那個有這個記事記看得到。 不過不重要。 這個是他們的那個共同經營機制。 那這是他們的餐廳。 下面是福利社。 那這下面的情況。 然後上面是餐廳。 這是魚餐廳。 這是我在少祖那邊拍的風味餐。 我要說的地方是。 泰雅族是一個獵人的民族。 他們不太擅長做吃的。 因為做吃的在這個民族裡面沒有成就感。 沒有成就感。 只有民族不像阿美族。 阿美族有一個你們應該知道。 反正阿美族走過就是寸草不留。 他們什麼都吃。 什麼都能吃。 所以很厲害。 可是大雅族不是。 我山上的爸爸啊。 我們在吃那個蕃薯葉。 他說畜生。 為什麼? 他說那個是動生。 動物吃的。 我們是人。 我們怎麼可以。 你知道食物在人類學裡面知道齁。 就食物是一個界限。 比如說我們為什麼不吃狗不吃青蛙。 他跟人有一些文化上的關係齁。 那在他們的獵人裡面他們其實是不吃。 比如說像蘭嶼一樣。 男人是不吃那個比奇魚的齁。 就是椒眼的那種魚太容易的他們是不吃的。 因為那個不是好男人齁。 那是女人做的事。 其實食物跟文化跟社會接續是有關聯性的。 那泰雅族的飲食文化其實非常的簡單。 做吃的在這個民族也沒有成就。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他們發展成這種成熟的風味餐很難。 那第二個是什麼? 吃的東西真的不太一樣。 這個是飛鼠。 這個是飛鼠。 他的頭跟手。 泰雅族喜歡吃這個。 可是你會看著他會怕怕。 然後呢。 你說鼓起勇氣來拿他的頭跟手來啃啃看的時候。 然後你會發現喔! 捕月下去有夠輪的。 電哭哭。 你又吃不下。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會發現。 欸!你要叫他們做吃的做什麼什麼。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外來的規劃團隊會跟你天花亂醉。 啊!有幾半補。 然後跟你說啊! 你怎麼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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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有一個很很重要的前提是。 這個民族就是不喜歡搞這個。 這個民族對吃這個東西其實沒有。 沒有文化成就跟沒有社會的意義在的。 所以。 嗯!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在叫人家應該怎麼樣。 為什麼不怎麼樣為什麼不怎樣的時候。 有時候也許要回到文化面向。 那比如說像這些是他們的紀念商品。 可是都很簡單齁。 因為他們也沒有一個很成熟的機制這樣子。 那這個是反而是比較常做的東西。 尤克萊這個就比較容易做。 因為這個在文化裡面有脈絡。 那這個是一季長老齁。 就是森馬庫斯的頭目他過世了。 在一個月前他過世了。 這是我最尊敬的人。 我在。 我沒有看過這麼有智慧的太亞族的長者。 你不要以為他住在山裡面。 然後這個人在部落裡面從來都不會講國語。 他都講母語。 但是他聽得懂國語。 他也會講國語。 但是他對外面的人他從來都講母語。 叫旁邊的翻譯給你聽。 因為他是主人。 你聽不懂是你家的事。 那這個是他的尊嚴。 他很有智慧。 他帶領我們很多年。 然後斯馬庫斯的共同經營可以成功也是他開口。 因為他自己率先捐出了他的三間民宿。 然後其他的人就怎麼樣子。 沒話說了。 我最有錢。 我三間民宿都捐出來充公。 給你們大家分享。 你的錢比我多嗎? 沒有。 那你還在計較什麼? 所以呢。 大家想一想。 也對。 然後呢。 大家就合作吧。 所以呢。 斯馬庫斯創造現在台灣一個非常特殊的共產機制。 這裡全部都是零一樣的薪水。 然後呢。 沒有自己的東西。 就是部落共有的。 共享的。 但是就像達拉伊古一樣。 你生病部落付錢。 你娶太太部落給你二十萬。 然後呢。 你要讀書部落付錢。 所以就是全部部落會幫你cover。 所以你其實用不到錢。 因為你在山上根本開銷很少。 你沒有什麼東西一定要花。 那這個是他們的社會機制。 跟社會福利機制。 非常的好。 這是拉伊我們生態系的學生所。 生態所畢業的學生。 現在在部落裡面。 就是成為很重要的中間幹部。 那這是他們晚上辦的活動。 這是後來蓋的咖啡屋。 大概台灣最高的咖啡屋。 在這裡。 很漂亮。 晚上滿天都是星空。 而且還會有讓你數不完的流星。 數不完的流星。 這邊每天晚上就是咻咻啡屋。 就是流星回來揮屁。 那我們小朋友就是說 要怎麼樣實現願望呢? 當你還在想的時候 流星就會不見。 所以我們的小孩子發明出一個 最快的許願法。 就是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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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給我錢最快。 然後我就可以實現我所有的願望。 這是看流星看久了以後 最快的許願法可以傳授一下。 這是舊的星光國小。 我們在2004年開始實施 就是部落的斯馬庫斯分校。 那只有一班。 然後呢第一年級在這裡上課。 因為以前小朋友都要到隔壁山頭的星光國小去讀書。 以前沒有這個分校的時候。 那小朋友七歲就要離開家。 有時候都會尿床。 然後都會說廁所有鬼。 然後有手會伸出來。 幫你擦屁股。 他們都很害怕。 所以都會尿床。 那所以呢。 而且這其實不太好。 因為他們七歲離開家。 國中又更遠。 高中就不在這裡。 所以其實也就是說。 教育這個過程其實是撕裂人跟土地。 撕裂人跟家庭的一個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破壞的元兇。 那我們在2004就在認識分校。 然後這個是早期的三幅。 那這個有機會我另外再說。 早期三幅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套機制。 那我以後有機會再說。 我們2004年跟孫大川老師還有就是跟一些學者上去談。 在這裡做民主小學的可能性。 那2008年我們蓋了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找一個很有名的藝術家叫薩古流。 薩古流。 他蓋的。 那這個是他的作品。 我們建的這個民主教室。 那之後我們也開始跟一接其他的基金會單位做志工旅遊。 然後做一些新的旅遊的可能性跟嘗試。 那我最後分享幾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後來在社區營造過程裡面。 1999年之後做的工作之一。 就是蓋古商。 然後把原來的傳統的東西。 或者是傳統的符號找回來。 那這些其他的門牌也是。 當然太亞族沒有雕刻文化。 不過就是說這個是發展成自己地方特色的另外一種手段。 這個。 那或者是蓋良品。 然後蓋瞭望胎。 這個都是增加你的地方感。 增加你的地方認同的策略。 但是當然他也有問題。 為什麼?太亞族不然沒有雕刻。 這是排文族擅長的。 不是我們擅長的。 所以搞到後來呢。 你們會發現像。 如果你們有去拿那一股的茶山村。 你們會看到他們的門口都有很多石板的。 石板的椅子。 桌子等等。 也就是說。 原住民越來越原住民。 所謂的原住民越來越原住民。 所有的民族在整個文化混合的現象下面。 你在太亞族的地方你會看到。 海灣族的雕刻。 你在周族的地方會看到。 海灣族或盧凱族的石板。 也就是說。 大家越來越活得像。 泛原住民化。 就是說。 越來越普及化。 這有點像我們在很多的觀光區。 買的商品都一模一樣。 你在那一彎一定會有什麼。 一定會有烤香腸。 然後一定會有炸熱狗。 然後一定會有什麼東西。 可是你在。 可能在日月潭。 你還是有古早味的疑阿兵。 然後你還是會有什麼什麼。 就是說。 後來。 後來這些文化的特色。 本來我們是希望一個地方一個地方。 有它各自的東西。 但是你會。 你後來會發現。 甚至在佳樂福或者是在愛買。 都還買得到冷凍的寒吉。 然後冷凍的也將花種。 這是一個文化混雜後之後的。 去特色化。 去脈絡化的。 全球化過程。 這個其實也是。 晚進的社會發展裡面。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的。 經濟外的文化面向。 那我今天先跟各位介紹到這裡。 我留一點時間來做討論。